日秀 这个是我爹的西域拉手 催花粉 今天 你就逃不掉了 是我的 师兄 小师妹好久不见 你都这么大了 你这样偷看师哥练功 被师父发现就不好了 师兄 人家想跟你一起 师妹 你跟我练功 为什么要拿个棒子 人家不喜欢师兄的 师妹 你这样不太好吧 师兄 你烦心未见 你真是我见过最坏的师兄了 师妹 你再这样 师兄就要犯错误了 来吧让我们抓紧时间 师父 我也是医生结婶子 想到你这个小兔崽子那能完结不保 我说师父 你还用脸叫我师父 我再晚了一会儿 你就会叫我岳父了 自家养的猪 拱了自家的白菜 哎呀 这是早年呀 你马上给我滚到山下去 师父 我就亲你一下 你就把我赶下山去了 不至于吧 你要再不滚下山呢 你很快就会死 悄悄没命的知道吗 好啊你们父女俩 一个天天救我死 一个天天想搞我身体 那么早 不是这么回事啊 实话跟你说了吧 你知道你为什么练武如此神速吗 因为你天生是火龙体 你的阳火内治 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调理 半年之后 阴阳不能平衡 两意混乱 就像这两个鸡蛋一样 鸡蛋 从里面抱出来呀 今年就是你的鸡 小年23岁呀 师父 我不想从里面抱出来呀 好童儿 为师也没有办法救你 啊 你别害怕 李山下呢 有四个师姐 其中一个师姐呢 她是命功玄武 纯阴之体 只有这个师姐啊 她能救你性命 现在你闭关刚刚完成 也是下山的最好时机 千万不要误了 师父 童儿 哪个师姐 你总是神出鬼没的 你这么一下呀 师父全忘了 我靠 李山老二 腰病的事情 你怎么能忘呢 年纪大了吗 莫及个一两件事 也是很正常的吗 不过没关系啊 只要你找着那个师姐 你们两个阴阳交合 病造呢 很快就会疏散 你的身体呢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到底是哪个师姐 我都说 我忘记是哪个了 李山老二 这是你四师姐的心 先去找他 四师姐要结婚了 你一次要变成这样的 难道都不是欢迎我的吗 这么漂亮 果然身下比较适合我 好乖 我靠这么没礼貌啊 年纪轻轻的 该运化学你啊 傻气 傻气 这么快再醒了 还挺有脾气的 我喜欢 甚至他们都不吃 让老子先吃个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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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喊得越疯狂 我就越冲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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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头砸死罗走平 怎么开啊 妈 没见过比我还不要脸 找死 怎么说我也是 灵牙山众女子心中的男神 注意你说话态度啊 臭小子 哎 啊 哎 真是还好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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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啊 到底是谁 小爷路易 闹号轻快 专号打包不平 哎 怪我好事 没事吧 你这个插脚货啊 从哪来的 先接后杀 多给外人看 这不更刺激 是谁派你们来杀我 他出多少钱 我出双倍 回头 这里边可藏着事呢 社会上的事 少等 哎 科巴 你会不会算数啊 他出双倍 哎 二当家的跟一个要死人废话 我手早就痒了 你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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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小丑匹吧 哦 小子 有 等着 走 走 哎 在哪等你啊 哎 住手 住手 他是救了我的人 魏董 对不起 我们来晚了 你怎么不等我死了再来 好给我收尸啊 陆先生 谢谢你救了我 哎呀 举手之劳 举手之劳啊 要不要做我的保镖 保镖 剪刀帮是天海市的杀手组织 他们盯上我 一时半会是不会善把甘休的 长得是蛮漂亮 但我下山还得治病呢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要杀我的人是谁 你这么厉害 我呀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了 你还是请别人吧 这是我的护卫队 你也看到了 根本指望不上他们 如果你能当上我的保镖 好好帮我谢谢他们 加上我 也不是不行 魏董 这个人来路不明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闭嘴 我还是不行了 我到天海呢 还有妖命的证事要办的 做不了做不了 你要去天海坐我的车去 陆先生的身手真不错 做我的保镖是需要24小时的 接身的 夜里也不要睡觉吗 夜里也可以加练啊 陆先生这么厉害 你要教我的 应该很多吧 姓陆的 孙氏集团到了 哦 谢谢 陆先生 建业集团董事长 魏一蒙 如果考虑好了 做我的保镖 就给我打电话 我们可以深入地交流交流 小师妹 山下世界太精彩了 师兄第一次 保不住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出了这么大的事 孙后才这个王八蛋还躲了起来 害你来 还什么东西 我是他女儿 也是孙氏集团的副总裁 那孙氏集团损害的可是我们股东的利益 分分钟上下几十个亿 让你这个嘴上没毛的来互动我们呢 我是可以为我自己说的话 四十几次干嘛呢 各位股东叔叔 请大家稳定下自己的情绪 稳定 你拿什么稳定啊 你们一家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脸花那么漂亮有什么用啊 你拿什么负责啊 你爸在外面乱搞女人 照片都已经满天飞了 一大半年纪 还挂了小姑娘 搞不搞的还拍什么照片呀 正义我爸是被陷害的 我不管 这件时间已经让公司的股价下跌 和建业集团的合同也黄了 我们的损失 我们你们全部来赔 今后才要再不出面 我看这会 我们也没必要开 走 看什么看走 走 哎 哎 坐下 坐下 哎 我赵氏什么实力你们也都是知道的 区区几十个亿根本不会放在眼里边啊 哎 我有个事要行 你要干什么 从今天起 村林二就是我赵子龙的女人 村市集团的资金链 不会断了 谁说我要嫁给你了 你干嘛呀 今天股东大会之前 你爹已经上门 拧定了咱俩的婚约 你要是不嫁给我的话 你得陪我十个亿 十个亿 你要是不想你爸 因为破产 跳楼的话 你就乖乖的别说话 然后晚上陪我去开房 孙家和赵家联姻 光彩礼都够赔我们损失了 这下我们有救了 以赵家的实力 孙赵联姻 那也是给市场 释放一个利好的信号 作为平息 穆雅照片世界的风武 今天你必须嫁给他 三天之后 我们将举行婚礼 等我们动完房 我赵氏将会打一亿 到孙赵室的仗后室 还有天海龙头建业集团 将和我赵氏达成 战略合作 未来我赵将会跃于天上 前途无量 死定了 如果孙师姐是能救我的人 我就死定了 人妻 这不好吧 恭喜啊赵公子 你说的可都是实话 你可不能骗我们呀 那当然 我跟孙凌是天生一对 我们呀 那是爱情的故事 放开我 我一想到你下药 才害那么多女人 我就觉得恶心 我是绝对不会嫁给你的 你世界不想嫁 我还有机会 只有我赵家能救你孙家 这是你想与不想的问题吗 你难道也想让我用 特事惹态招待你 我就是 你不会嫁给你这个人渣 你真是不知好 赵公子是为了帮助我 你太自私了 你不嫁 我们打架的利益怎么办 是啊 太自私了 你嫁也得嫁 你不嫁也得嫁 我 我给你准备 西语蜡手催花粉 让你晚上在水床上 往后的荡摇一下 啊 我 你是 你 你什么你啊 这是你四十点环感 我 师弟 师弟 哎呦 你还找个野男人是吧 啊 来人 来人 你养男人就算了啊 虽然还给我养了个青鞋疯 快快快把他给我打废了 等我一下 我打我走 我走 你要干什么 你不要乱来啊 你要再敢欺负师姐 当心老子 赵公子 没事吧 幸运的 你简直不是好歹 赵公子是来帮咱们的 孙家 没有一个好东西 孙总 这是从哪 是公司的人吗 孙氏太不把大股东当回事了 我 师弟 你就别打乱了 我 你个清洁工 会点气功就了不起吗 有你什么事啊 十个亿是你能掺和的事吗 你这个女人 几个亿跟我身体结婚有什么关系啊 森林啊 这货你从哪找来的 你怎么这么能吹牛逼啊 刚几个社会吧 好长齐了吗 这个社会靠的不是武力 只叫金钱 地位和实力 婚姻 在我俩之间这个阶层 不是你能懂的 这个情啊 哎呀 在权力面前 他就是个屁 屁屁 不过我是真的喜欢你 真大 干嘛 你要再敢动我师姐一下 我让你血淫逆流 早去分 赵公子 赵公子 您说的那个婚约啊 可不因为这个毛头小子 给作废了 起开 只要这个处子 那跪下 把我嚼给挺干净 我可以当做 什么都没发生过 赵总 这事跟我师弟没关系 你不要太过分 孙小姐 你这个师弟 连毛都没长齐 现在护着他 就是跟我们股东对着干了 是 赵公子现在愿意投资 您该做的是 付权大局 为我们所有的股东 炒虑下吗 这整个孙恩氏集团 因为有发的 赵实际 在投资界 已经成一滩烂泥了 自明啊 我劝你 最好说一点 负责任 啊 再臭有没有一口臭 上次的身上 不知 战野村妇 你天天就知道 喊打喊杀 现在是法治社会了 来来来 打死我了 打死我了 这种人我见多了 啊 没见过世民 打嘴炮你是一流的 你是一点不知道社会的险恶啊 我要弄死你 在天海 我都不用自己动手 这就是地位 跟权利 你说 这社会讲究实力 金钱和地位是吗 啊 那威一萌 给你比呢 我就说他没见过世民吧 啊 威一萌 他真没见过世民 你未懂的名字 也是你能叫的吗 那就比你大咯 那又怎样 喂 魏小姐 来一趟孙氏集团 我呀 遇到点小八 你看你看看 眼睛多好 啊 小子 厚斯卡影帝啊 啊 哎 别说是我了 就算是李尸首 也不肯这么称呼魏斗 建野集团在咱们天海 可是第一大企业 魏斗那可是无风唤雨的人 一个臭毛小子装蒜 哎 味还挺大啊 哈哈哈哈 三哥 你师弟这么厉害 咱们跟建野集团的合作 不至于晃了吧 你要是能把魏斗叫的 我就当场吃屎 是谁要当场吃屎啊 是谁要当场吃屎啊 嘿嘿 魏斗你怎么来了 陆先生 有什么麻烦是需要我解决的吗 其实呢 也没什么 就这个赵公子说 在天海混的我 都不用身子出手 你说了 啊 放肆 你就是这么跟我陆先生 说话的呀 没没没 我呀 跟这位小兄弟有点误会 所以就 重新叫 我跟陆先生有点误会 魏斗 不知道他是您朋友 说 知道了说什么也不敢 跟他开玩笑 你说是不是 我还记得 这赵公子说 要我给他舔鞋底 要舔得干干净净的 一点灰都没有 呃 道歉 否则我一句话 就让你赵家破产复命 对不起魏斗啊 我 得罪了你朋友 有眼不识泰山 放过我 我错了 我错了 你该道歉的不是我 陆先生 我错了 我有眼不识泰山 得罪了你 对不起 对不起啊 你大人不计小人 挂放了我 我还记得赵公子说 要知识来着 是不是 是不是 这 陆先生 这也没有啊 巧了 我刚才啊 就踩了坨狗屎 舔干净就行 怎么 不开心啊 笑一下 笑一下就开心了 开心还不谢谢陆先生 谢谢陆先生 还有谁对陆先生不敬 与手 张仪 在 长嘴 先打那个丑八博 陆先生 对于我这样的处理方式 你还满意吗 满意 满意 辱人 辅马奔尸 凌尸出死 你也没什么像样的衣服 以后穿这个 谢谢你 跟我还客气什么 这不算什么 陆先生 考虑好做我的贴身保镖了吗 谁说我师弟要当你保镖了 还贴身 虽然我们想跟你合作 但也不能这样潜规则啊 师弟 我师弟好不容易下山一趟 可不是给谁当保镖的 孙副总是吧 我可听说孙氏集团 最近不太平 喂小姐 这样 我妈妈手里的事情 我就找你好不好 你考虑好了给我打电话 你下次来 我要看到你 穿我的意思 师弟 你不会真的给他贴身吧 贴身 不是保镖吗 当然是得先保护我师姐了 这还差不多 精 师弟 防飞我已经付了一个月了 这几天 你就将就一下 这也太豪华了吧 你好不容易下山一趟 师姐还不能让你住好的 你先进去 我去洗澡 师弟 你在干嘛 我太久没迟早 太感动了 那个师姐 你在信里也没说 关于不雅照的事情 我们刚跟建业集团 签订了一个十亿的合同 我爸的不雅照就出现了 上面是伪造的 有人故意陷害 现在合作方律序撤资 建业集团也取消了 我们的合同 是那个 唯一盟的建业集团吗 对 这些呢 我打电话就完事 如果这件事不解决 建业是不会跟我们合同的 除非 除非什么呀 先不说这个了 我还没问你呢 师父怎么让你下山了 师父说 我得了一种病 只有你们四个才能治 我们 就是你和其他三个师姐了 什么病啊 你快说啊师弟 就是师 师父 说我是天生火龙体 如果得不到治理的话 可能就活不过今年东空 你和其他三个师姐 其中一个 是命宫玄武 是纯音质体 得和他 你快说啊师弟 得和他 你懂的 那老混蛋说的跟我没关系啊 那个人 是我吗 师父他也忘了是谁了 你说这着不着急 师姐 是那个老混蛋跟我说的 跟我没关系啊 师姐 师弟 那我们快点试一试吧 家师姐 我就知道你喜欢那个魏董 不是 师姐 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有钱有势有身材 长得又漂亮 还对你动手动脚的 师弟 没想到你是那种物质的男人 师姐 我今天才认识他呀 那你快点试试 等一下 师姐 你貌美天仙 我不是不想你给我治病 只是 不雅照的事情还没有查清楚 我怕那个赵童啊 又回来找麻烦 我去 玩得这么火吗 我可以肯定 照片里的不是我爸 应该是在人工智能里换成的 我爸胸口根本没有这颗痴 那这不就是证据吗 没有人会相信 那这女的谁啊 她叫聂小红 是第二阶天海模特比赛的冠军 那届比赛是孙氏集团参住 所以外界更加捕风捉影 怎么也解释不清楚 师姐 你把这照片发给我 我帮你去调查 你要怎么调查 放心吧 这事明天我就给你答复 哎 等一下师弟 我 本来这些是给股东们准备的 现在也用不到了 你出门肯定要用钱 你缺钱跟我说啊 千万不能出卖自己的肉体 哦不对 身体 我们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别叫我师姐了 叫我灵儿 好了师姐 师弟 这回落在我手里 就别想跑了 吕帮主 开饭了 开饭喽 咬腿 咬腿 我的咬腿 我的咬腿 好久了 你小子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小子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下山了呀 灵牙那老混蛋 十五年前 欠我的两斤桃花酒 到现在也没给 哎 我说你啊 怎么也是丐帮第五十八代帮主 鼎鼎大名的吕奶钱 怎么老惦记那二两桃花酒呢 那我不管 欠酒还酒 天津地义 这样 我们做个交易吧 您率那八千帮助 帮我查个人 事成之后呢 我不仅让你酒足饭饱 还保你啊 一个月的考养 怎么样 真的 如假包换 童所无欺 陆哥 莫傻事 安酒前奏了 谢 拿着 谢啥 师傅 跟上前面那辆车 我可 这么森严呢 还要搜身呢 好了进来 快走快走快走 干嘛 这 一万块 衣服和车 借我 不借 你当我是什么人 是对了 是对了 真菜 那个臭臭外卖的 你干嘛呢 哦 我找那个 这里这里这里 送个外卖的不专业 找不到你不会问的 我该坐底层 我第一天上班 多多包 骂你 你就听着 接着什么 做狗 就要学会咬尾巴 快 小雅 你愣着干什么 你知道我是谁吗 哎呀 我拿着 沙先生 你又到了 快把药拿来给彭会长吃 一个中医 很有效啊 放肆 红会长现在高烧不退 最重要的 是现在要把烧天退下来才行 你是何人 看电瓶老夫的斩链 你给送外卖的 你怎么还不走 这药 不能吃 胡闹 你个小小的送外卖的 竟敢在这里妄论医道啊 我告诉你啊 这个对以前安积分 可是现在市面上最好的退烧药 老夫的道还是在中医 这个退烧啊 只是老夫的一位数而已 行行行 我不管你什么中西结合 还到处结合的 你想怎么结合 你就怎么结合 但是什么什么会长的烧 不能退 明白吗 红堂主 老夫行业四十有一年 还没有人对我 如此的无礼 现在呀 你就让这个送外卖的 给他彭会长吃饼吧 老夫够分 双老先生 他一个外人 你小小姐 小小姐啊 哎 送外卖的 你一个人八八八 啥呢 赶紧滚 这病人体内啊 是正邪相争 正气组织 才会出现高烧不退的现象 需要匡邪扶正 如果你一位退烧 只会适得其反 明不明白你啊 哟 口出狂言的 我欠的多了 敢跟老夫比医术呢 可还没有过呢 我没什么心思 跟你比什么医术 我只是看到 随便说一说 哎 你吵什么吵 我大哥还病着呢 哎 从外卖的 你再走 我就喊保安了 不用 不过这个病人呢 马上就要说不话 还有半口事 再不救之话 就没救了 你敢咒我大哥 哎呀呀呀呀呀呀 快快快快 你蓬会长吃药 就是烧迷糊了 哎 哎 这怎么吃药啊 哎 我大哥怎么了 我大哥怎么了 是这个从外卖的乌鸦腿 我大哥要劝有劝 要你偿命 要是害了我大哥 我让你拿命来还 你总得让我先害一下吧 去拿凳子吧 嗯 这是助游树 他竟然会助游树 桂梅石三寸 他把铺会长的病灶 转移到凳子上了 好了 少先生 谢谢少先生 您救了我 这不是我知道 是这位先生 这位先生 您怎么称呼啊 小爷陆毅 道号机会 还是为道长 失敬失敬了 大师啊 请守我为徒 豪佛有眼不知泰山 方才多有冲撞 这 请大师千目千怪 快起来吧 大师不说 我便不肯起来 大师今天的这番举动 实在是开了 你子的天眼呢 好好 不过我尚未出师 还不能搜图 咱们平日啊 可以相互切磋医术 还有 你我以平倍相亲就好了 谢谢路 巴黎啊 你去给路先生 准备一千万的诊费 今天就打到路先生账上 好的大哥 小子 算你运气不错 同会长 助游知数救人 收钱呢 是会遭报应的 心意啊 我领了 钱呢 我不要的 想不到路先生 已到了如此境界 也好 那我就不强人所难了 这样 以后只要有需要我彭某 出力的地方 你尽管开口 只要我能办到的 我在所不辞 彭会长 还真有一件事 想请你帮忙 凡是路先生吩咐的 我们都照办 哦 这女的 你们认识吧 姓路的 你到底什么来头 看来就认识咯 那我为什么来 应该能猜到咯 你们看看 认不认识这个女人 不认识 你听到了 陆先生 没办法 不认识 你可别想骗我 我骗你这么了 你个臭松外卖的 我们公司那么多人 难道我每个人都认识 我手下已经说了 不认识 你还是要怎样 我 一定要找到这个人 她是你老婆呀 赵同勾结这个人 拍不雅照片 陷害孙氏集团的事情 我猜 你不会不知道吧 没错 这就是你找不到 这个女人的原因 原本我也不想帮赵同 那个傻土鳖 但是没办法呀 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你个山野村医 我凭什么 卖你这么大的面子 红巴黎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凡是陆先生吩咐的 都必须找做 还当不当我是你大哥 你最近是不是在干 毕梁为常的狗党 大哥 我发誓 这个女人 去我们那儿工作 是自愿的 好 你承认他的工作就好 红狼 你别误会 我想了解的是 孙氏集团不雅照的事情 哈哈哈哈 原来是这样啊 美哥 其实呢 我跟孙家无怨无仇的 我们黑鹰会呢 收钱办事 没有陆先生 你想得那么复杂 这个天海四大家族啊 名称暗动 黑鹰会在其中周旋 这鹰狼越大 越贵啊 我们就是吃这碗饭的 了解了解 那鹰狼 我想让你交出赐 鹰狼 不会为难吧 大哥 我们就有赵琼的钱呢 陆先生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都是一条腿踏进鬼门关的人 陆先生又把我给救回来了 这万两黄金也抵不过陆先生对我的恩情了 把赵琼的钱给他兑回去 一起按照陆先生吩咐的去做 是 屁股屁股 聂小红 是 是 是赵琼只是我干的 他给了我一百万 买了我五张照片 然后用AI换脸合成的 我根本不认识什么索后才 好了 够用了 红哥 赵琼要是知道我这样 那是不会放过我的 他赵琼敢 这几天就待在黑音会里 不要生气 陆先生 您还有其他事吗 其他倒也 孙家上热搜这事 你们能搞吗 这 可是我们的看家本领 可以了家热搜 我们一手包办 您放心 到时候 我们一澄清 孙家 还能得到一波正面的关注 那股票啊 还能往上涨呢 看你的了 没问题 魏小姐 陆先生 保镖的事情 你考虑好了 不是 是你身上的事 好 穿我给你买的衣服 没有啊 别看了 一天到晚 在家翘都提不起来 在外面臭来劲 现在十几名 股东联合杠我们 赵家如果不帮我们 我们要更大牢的 赵童怎么还未来啊 这次事情要是过不去 我跟你这个老王 我再没完 你这个臭不要脸 哎呀 别说了 那能解决问题吗 眼下的困难 只有赵童能帮咱们 关系到家族生死存亡啊 这灵论 无价也得嫁呀 哎呀 赵公子 哎呦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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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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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董事长 今天 找我来有事商了啊 赵公子 今天提你来 是想向你赔礼道歉的 嘿嘿嘿 还是孙董事长 实大体 只是不知道 您的女儿 她怎么想的 哎 你还不知道吧 你那个女儿啊 在外面养了个小白脸 嗯 赵公子 灵儿她不懂事 对眼前的形势 分析的不够清晰 你我两家早就争下规约 这灵儿诈去你们赵家 是你定的 你要是不放心 我和他妈家门头守着 你们今天就在张工房 就 就在这儿 嘿嘿嘿 好啊 要不说孙董事长能成大事呢 啊 要不说我们是一家 连想法都一样啊 只要你女儿嫁给我 其他的都不是事 赵公子 你放心 灵儿已经在过来的路上了 今天我们就把这事给敲定了 哈哈哈哈 赵公子 我们两家 能否继续合作 哎呀 这个 等到赵孙两家企业合并 灵儿老呢 就退去二线 在家里等着数钱吧 哈哈哈哈 至于那一个亿 等我们一完婚 立马就打到你家上去 这明天就是婚期了 我不同意 灵儿 你怎么说话呢 赶紧跟你老公道歉 女儿呀 你也太不懂事了 你难道想让爸爸妈妈 死在你面前 你才满意 妈 你们这不是把我往死里逼吗 赵同祸害了多少人 有谁不知道 哎 我这不是让更多的女性 感受我的力量 享受我的爱吗 啊 赵同 啊 如果我答应你 你能让股东撤诉是不是 哎呀 你要是答应我 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啊 我们在一起 我能忍心看岳父岳母去坐牢吗 啊 对对对 灵儿 跟赵公子好好过日子啊 既然你做出沉默 那我 师姐 我不是让你在宾馆等我吗 啊 宾馆 好啊 你 孙明儿 没想到你这么老啊 我们都没怎么样 你居然就给他了 师弟 你先回去 等这件事就结束 我就去给你治病 师姐 咱们今天呢不聊治病的事 聊一聊 这个蠢人 干了什么见不得光的坏事 嗯 这就是你把所有股东 气走的废物身体 这身上还有病呢 传不传染呢 你俩睡过的要去检查呢 妈 你胡说什么呢 你们孙家可真行啊 把我当绿毛龟是吧 当作给我戴绿帽子 你 你给我滚 我们家差点被你给毁了 要不是当年念在义师傅林亚全人 救过灵儿一命 我知晨 绝不放过你 你眼前这个当作救星的人 才是真正害理的罪魁过什么 哎 我说你可真心 从山上下来几天 都学会污蔑了 是赵同志是我干的 他给了我一百万 买了我五张照片 然后用AN换联合成的 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孙后才 臭公子 这怎么回事 没想到 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啊 没错 都是我干的 知道了又能怎样呢 啊 照片是我合成的 那些人去投诉 也是我窜弄的 臭公子 我孙家与你赵家是合作伙伴 我和你父亲是多年的好友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我当然是要吃掉你的公司 在娶着你的女儿啊 你现在知道这好 你刚才不是还 正着抢着药在门口守着 然后在这就办了你女儿吗 爸 他说的是真的吗 我 我 赵同 真无耻 真无耻 我说 你再能够我事情一下 我就让你蓄意逆流 走去分 哎呀 路易 你很能打吗 啊 能打有个屁用 你想靠拳头 就撼动社会规则 告诉你 男人靠的不是你拳头 是手段 知道吗 就算我今天全部说出来又能怎么样 他孙家 还是要我来救 你说是这样吗 小孙 够了 这场闹剧该结束了 灵儿 嫁给赵公 按计划进行 听见了吗 啊 这就是社会规则 爸 你就让我嫁给这样一个人渣 当初是他害我们 闭嘴 你难道眼睁睁 看着我和你妈一起坐牢吗 孙叔 你这不是人让 是懦弱 视频呢 我已经发给建议集团的威萌了 我相信 他会做出选择 哎 你不会还不知道吧 你一个傻小子 怎么能知道这事 行走 即将代替魏一盟接管建议集团 你呀 没靠山了 是什么 你说的建议集团二把手行语 完了 当年 我们与行语有过节 这下好 哎呀 慢 哎呀 等行走上任 我赵家将是首席坐上别 赵家将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宅子 小萌啊 他给我提鞋都不配 你呀 真是小人得志 之前呢 还一口一个味 现在喊人家小萌了 真他娘的 不要你 啊 我靠的是实力 你刚才说让魏斗给你提鞋 何秘书 你怎么来了 建议集团为孙氏集团送来总值50个亿的工程合同 50亿 多亏了 陆先生 赵头先害您的事情 魏斗已经全部了解了 当初因为不雅当的事情 我贸然终止了与您合作 魏斗可以阻护我 让我好好道个气 哪里哪里 当初你也是为建议集团进身行事 赵头 你先害孙家 制造恶心竞争 操控疑恶 煽动网民 操纵武家 建议集团将中与李肇氏集团的一切合作永久攻杀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刑总答应我的 一定是搞错了 怪就怪你自己站错了队伍 若想赵家明日还在 现在就给我稳出去 等等 向陆先生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刚才看你那么高兴 在 四十万 啊 哎呀 你真乱死啊 看什么看啊 没见过人去死啊 我 走走走 他还挺胸的 路易 我要你死 陆先生 魏斗翔请您过去 若有重要的事情 需要面谈 我 这样 我跟师姐呢 还有重要的事情没做 这样 你跟他讲 今晚过后 我一定过去 好不好 魏董交代了 让我一定要拍个照 看看你是不是穿他买的衣服 哎 你们魏董住海边啊 管队太宽了吧 我师弟穿什么 他管得着吗 怎么说话 不能对魏董不敬 既然合同送到了 那我就先告辞了 和秘书慢走啊 慢走 哎呀 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啊 有了这五十亿的合同 我们孙家的问题迎刃而解了 对呀 那孙叔 我师姐 还要嫁给那赵童吗 我不嫁了 我不嫁了 我现在马上上门 就通知取消回院 不 我让保安通知他取消 他算什么东西 哎 有了这五十亿的合同 我们孙家未来十年 发展都不是问题 不过孙叔啊 你必须同意合同第一条 这合同啊 才生效 同意合同意 什么都同意 师弟 这合同的第一条 是什么 孙氏集团的未来啊 由孙灵儿掌权 招头 我奉我老大的命令来退钱的 你别为难我 哎呀 红堂主 这送出去的钱 哪还有收回来的道理啊 啊 这会长既然不收 红堂主你就收下去吧 啊 哎呀 这谁不知道 这黑鹰会上下 都是红堂主你在打理 这么一点点的钱 那都是我的小小的心意啊 啊 呵呵呵 你看你 要计谋有计谋 要长相有长相 要身高有身高 要造型 你还有造型 呵呵呵 你总不可能永远 跟着别人买命吧 哎 啊 武功不收入啊 哎 我赵同呢 也不是不讲究的人 哇 再加这么多 帮我杀个人 杀谁啊 一个深夜村夫 我这一辈子的仇人 语义 这倒没什么问题 我跟你安排排行榜上最顶级的杀手 好你满意 师弟 没想到你那么厉害 哎呀 都雕虫小技了 世界你经商之事才真的厉害 呵呵 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就让今夜集团在合同里加了那个条约 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管好孙师集团 哎呦 肯定可以的 你比叔叔强多了 他那么懦弱 说真的 还得谢谢他 要不是六岁那年我生病 他送我上山 我还不认识你呢 啊 对了 你的病好点了吗 还那样呗 只要一用内功 身体就是主手感 哎 要是我知道其他三位师姐在哪就好了 如果我不是纯阴之体 那他们 哎 放心吧 我这二十年了 都已经习惯了 呵 啊 不说这个了 师弟 切蛋糕吧 好 师弟 今晚你就从了我吧 给你加点伎俩 今晚就把你给办了 呵 师弟 谢谢你 师姐 这两杯 怎么有一点点 不一样呢 这是给你加的毒药 这是给你加的补药 补身体的 哈哈 哦 加了酒都不要 味道果然不一样啊 多喝点 来来来 好热呀 一会就不热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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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药箱也太快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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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弟 师弟 啊 师弟 这个不行 师弟 这个不好吧 师弟 啊 师弟 师弟 谢谢啊 师弟 哇 这小子厌浮不浅呢 嗯 我够热了 我要 我要 我帮你 四鲜 你们俩天天弄他一块 不要连 呸 快 给我弄死他们 赵头 我警告你 不要乱来 哎 信赵的 咱不是说好了 只办一个人吗 不是啊 你看 你去办个男的 我办那个女的 养马尸 不是 那女的长得这么漂亮 这不是便宜你吗 这男的不也挺帅吗 过来 师弟 师弟 四伶啊 你跟着我有什么不好的 师弟 师姐呢 我来了 送他 是 师姐 师姐 跟我走吧 放开我 这 你们怎么 怎么不等等我 谁啊 跳得那么凄惨 啊 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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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 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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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一 大嫂 大嫂 知道陆先生 是谁 你差点害我 犯了大嫂 你知不知道 你想碍死我 我已经不干净了 后堂主 你用了我的钱 我妈妈 要打死 给我打过两百万医药费 我打过两百万医药费 唐主 已经够了 那就打过七百万 是 陆嫂 你们与赵同 狼狼为奸 别啊 陆嫂 是赵同 那个王八蛋 他害我 我和陆先生 才是狼狼为奸 陆嫂 上我车 我送你们回去 我们不上车 你懂 咱们又见面了 师弟 你怎么那么神秘 真不知道 你还藏了多少事情 师姐给你治病 师弟 你好烫 师弟 你醒了 师姐 感觉怎么样 我们昨天治病了 哪里是治病了 你简直要了我的命 快看看怎么样了 好 不行吗 我五脏之间 还有阳气的冲动 看来是姿势不对 我们再来一次 陆先生 你总算接电话了 何美术 你找我什么事吗 郁董先生 天气消失了 一定是被 讲道方的人离驾了 我现在回去 师弟 怎么了 非议盟被绑下了 我先去看看 什么情况 师姐 我 魏董平时帮了我们那么多 你应该过去的 不过 听说建业集团内斗得很厉害 师弟你要注意安全 陆叶 陆叶 魏董 我再无 母子 行与夫人 在哪啊 永远没想知道 来此理应 看来苦涂吃的 还是不够 水行不够 那咱就加点醋 来啊 给魏董生上吉 加点醋 魏董 咱们就这凉快凉快 哎 我是男人的东西 别这么说嘛 你男朋友把我的胳膊弄折了 还好 我的棒棒可以用 嘿嘿 平常呢 老大都来拴腰 待会啊 我就伺候伺候 魏一萌 说吧 说出来还能火 不说 就是死 张爷 我平日里带你不保啊 你居然背叛了 你带我不保 我怎么敢让你带我不保呢 我只是你身边跑腿的打杂的 凭什么你想说柔华富贵 而我只能居你之下 行总已经跟我说了 等你死后 他要娶我 剑业集团一半都是我的 到时候我 就是你 如果 行语的话你也先 还在骗你 对 我当然不信 所以 你要是不付出一些代价 我怎么不信成 我饿了你 背叛主子的人 我不用 哥们 父亲 张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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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月 你个王八蛋 我帮你解决了叛徒 你还骂我 我老婆呢 我老婆呢 想不到 你老婆也是个叛徒吧 你什么意思 是他主动来我这儿的 他怕 畏惧 请求我保护他 你不行 你就是个杨伪男 除了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你还会做什么 你说我不行 你说我不行 你说我今天弄死你 阿爷要是知道你这么对我 一定会加法充滞你 你说我干爹 你觉得干爹不发话 我感觉你动手吗 是干爹让你 不可能 微萌 你怎么这么不实相 干爹给你这么大的权力 让你掌管建议 你为什么就不听话 他说 我把你解决掉 建议我来管 因为我听话 不可能 干爹是不会这样对我的 撒谎 行了 微萌 别挣扎了 换成你以前的身份 我可能躲着你 现在 你他妈生生吧 告诉我 我老婆在哪儿 我留你一个全室 要不然我让你比兜里还小 就算是死 我也不会告诉你 你老婆在哪儿 我第一次听到 有人有这个要求 我满足你 你没事吧 那个 那天是断魂岗 把我们兄弟打伤的 就是他 不是让你掉一百个兄弟 在外面守着吗 人哪 掉了 抱住 兄弟们 都让这小子给打了 再跳 再跳 把人全部给我掉来 他妈的听不懂啊 全部掉过来 全部掉过来 是 好 小子 为什么跟我们捡刀搬过不去 我呢 是他保镖 你说 我为啥跟你过不去啊 啊 有 你要保护的人 可是个定时炸弹 啊 定时炸弹 炸死你们 好狗不挡道 啊 魏小姐 你把我 少年金打通了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谢谢你啊 我师父 从小虐待我 天天让我给你一口水 一天就调四桶水 你知道吧 每天一千斤还钱少 我这病根啊 我以为没吃了呢 什么玩意啊 这玩具 解释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科技 不是人 怎么可能 哎 怎么还骂人呢 什么 还有多少体力 兄弟们 丢杀 你 还有谁 没有我 男主你好帅 不敌 你给我懂着 我要你死 陆一 你穿西装 真好看 陆先生 你答应做我保镖了 我能不答应你吗 你都说那样了 但早知道这么危险的话 我一开始就不救你了 哎哎哎 我开玩笑呢 哎别 我救 我救救 肯定救 那你就是答应我了 太好了 辉董 你没事吧 张仪叛变了 是陆先生救的我 陆先生 谢谢你 哎呀 要不是我昨晚 有点事情的话 他怎么可能会被人绑走呢 陆先生 不怪你 怪就怪我太相信身边的人 魏董 是属下失职 当年受罪了 是干爹让行语干的 八爷 他老人家怎么会 凭行语 他也不敢对我斗手 奖励给你来了吗 魏董 奖励 我需要你协助我办一件事 跟我一起去找八爷 需要弄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 星鸣也会在哪 不 我不想再见到那个男人 陆先生会跟我们一起去 哎 哎 你跟我商量这事了没有 你可是我的保镖 万一有危险怎么办 你怎么这么多危险呢 我还是爱吧 放心 有陆先生在 我们不会输 爷 这个是我从中南山求来的明茶 对您的身体有好处 您趁着喝 我还给您叫了医生 马上就到了 嗯 哎 再好的茶 撒出去的尿也是黄的 我这身体啊 熬不了了 狗子还得靠你啊 我哪行啊 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你从前说对了一句 伟萌 你就让他这样跑了 他能跑到哪去啊 我爸 就是给他个下马规 识相点的 就逃命去了 下什么马 有什么灰 我让你除掉他 不是让你传话 你跟他说 说是我让你干的 他会怎么做 啊 我就是借着干爹的威 让他别再挣扎了 人死了才不会挣扎 嗯 哎 干爹 趁热喝 趁热喝 啊 趁热喝才有效果 哼 你呀 还是不懂威仪蒙 世人都说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孙子的原话说的是 知己知彼百战不带 胜可哲不可为呀 孙子这教我们 不是让你骄傲的 是让你学会判断 就干爹撑腰 我还学个什么判断呀 小弟 都是这个女人 她背叛了我 要不然威仪蒙早死了 世女 你都不够威仪蒙的 你认输吧 你说什么 啊 我打死 哟 啃女儿来了 快坐 快坐 快坐一下 八爷 全院子的保安 都没拦住 这 以后 混蛋 都是自家人 拦什么拦的 快下去 试试 看女儿 快坐下 坐 你先回去吧 行语 我今天带奖励来 就是为了验证我说的话 她没危险 是你逼着她 祈求我的帮助 看清楚 你就是个人家 你 你好了 好不容易相聚一次 一见面就吵架 见面就吵架 啊 快点 坐下说话 干爹 这里还有我坐的位置吗 你说什么呢 你肯定我还活着 只要我活一天 你永远坐在我身边 快坐下吧 哈哈哈哈 干爹 你让行语除掉我的事 有这事 行语 你又干什么了 我没有 我没有 你是不是又对一蒙动手动脚了 我说过 和平相助 和平相助 我老 这也都是你们俩的 有什么好争好抢的呀 这老头还挺会演的 干爹 您就别演了 要不是由你撑腰 行语他就是个废物 他敢绑架我吗 你说谁废物呢 你 今夜集团里的里里外外 哪件事不是我操吃的 我今天来 就是要问清楚一个为什么 哎 我老了 生了病 行你这小子 五湖四海的给我请医生来 真像我亲儿子 可是你呀 你说说你 这就是平时 一点关心关爱都没有得到 这是女大不中流 是 是我让行语干 怎么 你要弄死我呀 反正也差不多了 反正也差不多了 哦 他种的是慢性剧毒 来 大家看 看他脸色啊 眼睫发红 嘴唇发干 呦 他的牙齿 还红黄 哎呀嘛 还咳嗽 这就是五毒伞的政策 据我所知啊 这五毒伞呢 是钟南山夏伯卿 夏老头的得意之作 是一毒两戒的禁忧 哎 花多少钱买的 你穴口喷人 我就只是推测而已 怎么就穴口喷人 啊 老头 你瞅瞅 老头 你不都是啥 啊 我 熊宇 他说的这话什么意思啊 干爹 他一个臭保镖的 拿走这些 我已经请来了 天海有名的名医 让他过来给您看 不是什么都知道了 哎 捉着呢 就来了 干爹 上先生 是天海有名的神医 这是我干爹 让他给您看一看 上先生 您给我干爹看一看 到底是得了什么病 这个臭保镖的 说是中毒了 这不瞎扯啊 哎 师傅 师傅 哎呦 我都说了 别和我师傅 师傅 您怎么在这儿 哦 你不要给他看病吗 你去看 师傅 我 去看看 师傅 我挽回医者 我 我对不起 师妹 医者 快起来 快起来 一见我就跪 一见我就跪 来来 行 先生 今日我师傅在这儿 您交代我的事情 恕难从命 你瞎说什么呢 我交代什么了 行 你交给我一千万 让我隐瞒病患 啊 这个老东西 你血口喷人 哎 怎么又血口喷人 谁嘴里这么多血 老婆你脸上喷的 啊 想必 您就是八言 老夫说的句句实实 这是行李 给您的味道 行李 这可是真的 官吏 他一派胡言呢 而且我还知道 您中的是一毒两界的禁药 五毒散 你怎么知道 行李问过我 中了五毒散之后 是否可解 这几个人联合起来诬陷我 一定是为阴谋指使的 八言 老夫说的可是句句属实啊 若是有半句假话 天打我来哄 君子动口不动手 嗯 陷不陷害 看那两个手指就知道 食指和大拇指之间 两指发黑 这就是接触了五毒散的反应 哎 看你舌头 你舌头 嗯 呀 我去 所以啊 人呐 平时啊 得多照照镜子 啊 你 兄弟 你跟我说神话 说神话才是好孩子 是我吓的 嗯 来人 让他给我流放到白骨岛 更年 我真的错了 饶了我吧 好大的胆子 那个女人 这么偏心的 我没点不如他 本来我是准备 帮上建立集团的董事长 杀掉你 没关系 我死 没有解药 死也不远了 谁说没有解药的 哎 我有啊 我有啊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有啊 我有啊 五毒散 无解 这可是世人皆知的事情啊 中毒者的心肝体未慎 注意那个线路 是不可能救活的呀 小小伯 那些啊 下了头骗你们呢 我这儿 就有五毒散的解药 天元巨混蛋 老夫这辈子 值了 小伤子 小伤子 好热 好热 老家伙 还挺可爱的 第一次吃啊 都这样 小兄弟 你这个能不能再给我一个 这个呀 是师父给我吃那会儿的 就一个 我给你钱 我给你很多钱 一个亿 不 十个亿 十个亿 你问他咯 姨妈 好女儿 给干爹 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了 真要 就差点就见不到你了 干爹 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 那你就继续坐下去吧 我告诉你真相 修灵团 修灵团要来了 修灵团要进入天海 进而控制整个天海商业啊 他要成为第一大股东啊 只能答应他们 否则 他们会派人杀了我的 什么 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调整集团布局 你一直反对 所以我 我让行语 把你除掉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修灵团的事情 我之前试探的行为 你都反对 告诉你 那就更不可能了 所以你就让行语来替代我 行语那小子 头脑简单好控制 你多机灵啊 所以啊 我让行语啊 以内斗的名义 把你拿下 这反过来对付他 那就简单多了呀 这样 我跟修灵团 这契约也 也靠着就完成了嘛 要不然 他们能杀我呀 秦宇知道修灵团的事吧 他知道个屁 他就知道 把你除掉了 他就能顺理成长的 当董事长了呗 秦宇猛 秦宇猛 赶紧知道错了呀 赶紧辛苦了一辈子 这东西被别人拿走了 我心疼啊 我更害怕 秦宇猛 华夏极为神秘的一个商业组织 很多城市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 这么看来 他们是天上杀手 他们已经排除了双子杀手 现在应该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 双子杀手是谁 据说十天之内 杀掉了七百一十二人 至今为止 没有人见过他们的真面目 我去 那不是一天杀七十一点二个 我你妈 你现在知道 我都哭中了吧 哭个鸟啊你 你为了自己的性命 就加害魏小姐的性命 临终吧你 一萌啊 把这药吃了吧 别在他们来之前就死 你来对付双子杀手 你这把我往火坑里推啊 小鹿 小鹿 你都说我保镖了 喊你小鹿怎么了 我告诉你啊 我可是有要命的正事要办 什么事啊 你一直没告诉过我 算了 跟你讲也讲不清楚 没想到 你还会医术呢 哼 我告诉你 小鹿我会的东西 海了去了 那你能帮我看看吗 看什么 看你的心啊 有多黑多狠 这真是双子杀手什么人呢 他一天干 七十一点二个人呢 你让我就 就这么跟他们干 说真的 你帮我看看 这里面是有监控的 别讹我 我这小肚子 常年累月的疼 你就帮我看看嘛 这么老啊 公寒 你好好看 对 就是那 你再往下 再往下 往下 不行不行 再往下 再往下打马赛克了 打什么 相信你很快的 我们开始吧 住手 师弟 二三师姐 你怎么来这儿了 警方师弟 你怎么会在这儿 哦 我现在是魏小姐的保镖 保镖 对 小鹿是我保镖 别叫我 二师姐 你们不会就是双子杀手吧 你怎么知道的 这老八就是我们绑的 位子就是等双子杀手来这儿呢 师弟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怎么说呢 就简单来说呢 就是 简单来说 就是他要杀了我 他 救了我 然后你们两个就来了 你是魏一盟 对 我明白了 今天这件事情 和你们两个没关系 曹孔平这条狗命 我和你三师姐 今天必须要 动手 等一下 师姐 是修灵团让你们这么干的吗 修灵团你也知道 那老头把什么事情都告诉我了 师姐 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你又成杀手了 还双子 笨蛋师弟 两个人可不就是双子吗 不准你这样说小鹿 我和你三师姐下山之后 我们就同时加入了红花会 为了解救天下苍生 红花会三百年前建会 上一任会掌红固之后 我和你三师姐 同掌红花会 这些年来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修灵团 修灵团控制着各个家族 採夺财富 多多贫义百姓 为首的江士城 一直隐匿在这个组织之中 所以我们一直都 找不到他的下落 这一次 他们要入住的天海 局势非常复杂 因此他们发布宣赏 要娶了曹孔平的狗命 所以我和你三师姐 围装成了双子杀手 务必要提取 曹背狗头 面见僵尸者 一举歼灭修灵团 原来如此 曹孔平也不是什么好人 比起歼灭修灵团来说 他的狗命更不值一提 二三师姐 我有个主意 与其深入虎穴 不如来个瓮中捉鳖 什么意思 让修灵团的人来见我们 我们甲一宣称 愿意跟他们合作 请他们入住天海 然后来个关门打狗 起步手 拜拜 再说了 你们两个去 师弟我也不放心 建业集团 也可以加入 我也可以合作 你什么时候醒的 刚才没开意 我们要干什么 行走 事到不好 准备歪快 行走 好久不见了 赵佟 这是怎么回事 收买他们 花了一点小钱 这天海 怎么能没有行走呢 我已经不是行走了 一日是行走 永远都是行走 这天海各大家 除了他孙家 都在这 打招呼 行走 行走好 他是谁 好 请他 这个呀 这个是神调门的长老 欧阳长青 特意请来帮你 对付为一吗 好 你叫个疯子来 骂你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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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找他醒了 行走 行走 我的愿望很简单 就是想了一百零八种方式 睡了 孙明儿 还有路易 我要他死 过两天八月大宴 天海商界各精英都会齐聚一堂 到时候也正好是我们报仇的机会啊 嘿嘿嘿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重新来过了啊 小屁话没有用 让他们也重来 哎 让他们也重来 嘿嘿 嘿嘿 师弟 师姐 师弟 你来干嘛 你怎么也来了 小鹿是我的保镖 自然要跟我在一起了 小鹿 不许你这样叫我师弟 师弟 你真的答应做他保镖了 师姐 我也就混口饭吃 想吃什么师姐给你买啊 不是跟你说不能出卖自个人 不 师姐 我跟魏董是清白的 孙董 恭喜你掌管了孙氏集团 还做了董事长 其实果然不一样 魏董 我师弟可不是那么容易被使唤的 是吗 那不好意思啊 我已经使唤过了 很好用 能上 能下 师弟 你是不是跟他 没有 我这还没来得及 不不 我什么都没有 我发誓 小鹿 跟我一起去见个长辈 不准去 过来 不准去 他他他他 师弟 我问你 我跟他同学调进行 你先救谁 幼稚 什么 先救谁 你们会不会游泳 会 会 我不会呀 我到时候救你们 我自己得先淹死了 你就当做你会嘛 我跟他 你先救谁 师姐 能不能不救 不行 我先救他 师姐 你胸比他大 能在水里待久一点 你说什么 他 彭哥 陆先生 我正找你呢 一切按照你的吩咐 我挑了黑影会500人 里里歪歪都已经不空好了 就连一只苍蝇叫飞出去 他都得掉两只 辛苦你了 碰老 这件事情啊 知道的人越少 越好 陆先生 我们这是要干嘛呀 少打听 一起按照陆先生的吩咐 去做就好 这件事啊 你们 不能有太多人知道 你们都听到了吗 听到了 灵儿 好久不见 我想死你了 我这双手可厉害了 待会儿能把你的魂都摸飞了 我看你是忘了 你在公司和巷子里的 那蠢样子里的 灵儿 除非我死了 否则我一定会把你压在身下的 大家都到齐了吧 好 难得 天海商界各人室 齐聚一堂啊 人一老 话就多 我这老头子 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今天请大家来呢 有两件事情 第一 我 彻底退休 唯一猛 安全掌控剑业 我不抛议 这剑业集团 掌握着天海的经济命脉 也是时候该换换江山了 赵头 你的脸又痒了吧 呦 魏董啊 如果觉得我赵头不够资格 可以问问大家吗 我来替你问问吧 还有谁不同意 我不同意 怎么了 你觉得呢 我看你 你想吃屎了 你 八爷老人家话还没说完呢 你就在那巴巴的 还有谁 大家 特别介意啊 刚才说到 第二件事情 这第二件事情呢 几百人都没拦住这老头 走 是 干爹 还没死呢 帮一下人家 放心 师弟能解决 绣灵团 我说欧阳成青啊 你不在你牛蛙洞好好待着 跑这来的吧 你跟他认识啊 一个老神家 最爱生成青蛙 那不是很多寄生虫吗 所以傻掉了 那你跟他谁厉害 不好说 那要跟他疯起来的程度 他们俩认识啊 不知道啊 说起来他俩 也没说过话 给我弄死那个女的 小心 疯了七成而已 卧槽 怎么了师弟 他在召唤 羊脚风 你在干嘛 我只是在这单天而已 你别误会啊 老头啊 你是不是有病 是不是有病啊 青蛙 青蛙公子 你怎么在这 我又怎么在这 欧阳老舅 你赶紧回你的牛蛙洞好不好 一出来就死人 你看看 这些人是我搭死的 可不咋的呀 疯了他 杀了人就想跑啊 你见不见过 这么大的 杀过拳头啊 你们说什么 哎呀妈呀 少吃点牛蛙呀 孙子东没吃饭了 回去买菜给他做饭 听见没有啊 少吃点牛蛙 老东西 师弟 你在那两位师姐呢 我没看见 师姐 你们在说谁啊 师弟 没能追上九龄团 让他们跑了 没事 师姐 师妹 把你知道的 都告诉我 是 是 我听说 那个 魏一芒 现在掌控着 剑业集团大权 他身边有个保镖 叫陆毅 这小子 功夫很厉害 上一次就是他坏的事 我觉得 要想除掉这位一芒 得先从这个 陆毅下手 你知道双子杀手吗 我说的是他们的模样 我当然知道了 我跟你说 我们剪刀帮 在天海内的掩天 不是跟你吹牛逼我 没看见啊 没看见 什么也没看见 我就不知道 规矩啊 天边真死 我什么也没看见 信我这生 我说你这么快就不行了 平时没锻炼啊 公司平时太忙了 哪有时间锻炼啊 就算事情再多 你也不能忽视锻炼啊 想当年在山上 师父让我们帮后山的尼姑挑水 这每天一千几台阶 一千桶水 这才叫锻炼呢 对啊 自从我们下山后 这些全都由师弟一个人来承担 他一个人 每天可要挑四千桶 难怪师弟在床上 师妹 你不会和师弟 那个吧 真的 说说看 感觉怎么样 你看师弟的屁股 很翘嘛 小心说说 小心说说 两位师姐 师弟没跟你们说吗 这怎么好意思问啊 你看这长短啊 粗戏啊 哎这不能问 师姐你说什么呢 我是说师弟下山的事 哎对啊 我们还没有问 师弟为什么要下山 对啊 他为什么要下山 两位师姐 你们一定要答应我 答应你什么 方师姐指病 原来是这回事啊 也就是说 我们当中只有一位是命宫玄武 纯音之体 也不知道大师姐在哪 你说 要不我们两个先试试 说不定我们两个其中一个 就是了 走 那你现在电话响了 好我马上过来 你看公司又有事了 两位师姐 我得先过去一趟 师弟 你设练了多少组啊 一万 八千组 师弟 你这身材真的好好啊 你咬 明天 赤 我 我 习 那 我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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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地政策上有扶持 好多人都相中了 孙氏集团有没有打算入手啊 这块地不是强健集团的吗 听说承包商好像跑路了 还有纠纷没有处理清楚 孙氏集团如果入手这块地的话 绝对没问题的 周美华这怎么回事 孙总大势已去加入修灵团吧 早就听说孙总是个美人呸子 今日一见果然是个美人啊 说几个是不是 已经汗坏了 孙总 你们是谁 你们想干嘛 想 跟你 软了一软 能不能坐下来 晃得我眼睛都晕了 哎呀 哎 哎 旅帮主 怎么样了 找到了找到了 要再一点 还得是你啊 啊 双子杀手 原来是女子 从你中间下刀 不会伤及内脏 应该很完美 你卑鄉 你卑鄙无耻 你卑鄙无耻 你卑鄙无耻的手段 你也用得出来 哎哎哎哎 你怎么冤枉人呢 卑鄙无耻的人 是我 不是江手术 为什么背叛我 从未归顺 一个财团 吞并另一个集团 多么简单的事情 非要搞那么复杂 你们听我的命令 取了曹孔平的狗头 你拿到钱 我有一座城 两拳齐 你也不用躺在这 江士城 你不会不知道红花会 就是来娶你狗命的 你们是红花会的人 我们是红花会 二师姐 红花会第七十九号 无自令 取江士城命 歼灭修灵团 你不会觉得 就凭你们几个人 就能对付我吧 众将听令 列阵 杀敌 勾随江士城 你和修灵团 合行霸道 除毒百姓 红花会老祖 朱德一在上 红花会特此前来 除不安眠 取你狗命 不会觉得就凭你们几个人 就能对付我吧 徐明花会长 世间 毁了容 可就不好了 我的手可不稳啊 别动啊 骂的贼呀 你的头 把我酒瓶砸了 怎么赔啊 你的头 把我酒瓶砸了 怎么赔啊 路易 师姐 放心吧 这个小科班呀 是我老朋友了 三天不打他 他就想我 我是打不过你 我打不过你 可我还是把孙灵给绑了 你不动脑子 想想 喂 你没脑子 所以我说 你是个叫花子 一点都不冤枉你 你除了会武功 你还会什么呀 啊 所以呀 要想混得好 还得要动脑子 知道 什么叫陷阱吗 下铁楼 下铁楼 那好了 我们兄弟失联了 你说我那叫花子 没脑子 我是个女婚旧了 不是你 你谁呀你 他呀 是丐帮五十八代帮主 大名鼎鼎的吕乃琴 你呀 什么意思 你的不好使 看我的 下铁笼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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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不是还有 其他陷阱 小启勇 烧大火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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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弟 还没有二十姐和三十姐的下落吗 当初我和二十姐兵分两路 二十姐心里 对不起 是我大意了 不知道绣灵团的人买通了各大家族 四十姐 这怎么能怪你呢 吕帮主 我去找二十姐和三十姐 你帮我照顾好四十姐 放心好了 有我老吕头 没人敢动他一个指头 师弟 小心 知道了 清风 清风这小子 时常让我想起 林牙那家伙 年轻时候的样子 吕帮主 你知道严雪的下落吗 严雪 她是我大师姐 曹孔平 手座给过你机会 我一直是跟修灵团 站在一块的 是那个陆毅 他找的局 你把这件大事交给行雨 用人不查 使人不善 该当何罪 我也没想到 他这么无能 这本来是好好的 我对修灵团 绝无二心 以贾城合作 与宴会之名陷害手座 又该当何罪 我错了 我错了 天海这盘棋 你朝朝不慎 还敢说没有二心 小的 想招供出罪 这手座给小的一个 招供出罪的机会 该帮的那个老不死的 掉了五万人 保护魏一蒙 手座不想惹那么大动静 献你黄昏之前 押费一蒙 天际仓库 手座 饶你死罪 谁 一蒙啊 我要回乡下 你过来一趟 我 把集团剩下的那些资料 都拿走 师姐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给师弟治兵 只要万一 万一我们两个当中就有一个命宫玄武 这可怎么办 你们应该早点帮他治兵的 原本以为抓的只是两个不听话的杀手 没想到抓了两位红花会的长官 天海可真有意思 将事成 做事不义 为人不人 命数已尽 命数已尽的是你 我会活得比谁都穷 你只不过是百姓身上的一条恶虫吧 满嘴人意道德自命不凡的扯祸 功臣略地自古有志 我是百成之主 尊我者千千万万 他们只是畏惧你 严谦 叔叔 孙女儿跑了 麻吉呢 怎么没有看出 麻吉被活活烧死了 没用的废物 没用你还用 见不见呢 师弟 师姐 就是这个小阴阳人 请你们是吧 你就是陆毅 行不更名 坐不改姓 小爷陆毅 道号清风 你叫什么 今天都得死 我去 好大的口气啊 你穿这么黑干嘛 乌鸦亲家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姓姓 江 江死之人 师弟 没事 没事 我才用了七成 小龙 混天杰 灵烟阁天海分属 公平灵烟阁德主 起身 四十妹 路易师弟去哪儿 他去找二师姐和三师姐 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他们 在天际仓库 和臣听令 随我一同 前往天际仓库 歼灭 修灵团 听令 大师姐好帅 呂帮主 你是怎么找到 我大师姐的 我该帮八千万子弟 找个人还不容易 师姐 江士丛 你往为令燕阁 二十四神之后 言和犯臣为妃做的 令燕阁一律抬手 赵头苍生 师姐 跟这个阴阳小乌鸦 说个屁呀 直接开打 师弟 以为你们胜了吗 看看这是谁 不要管我 大师姐 怎么样了 大师姐 怎么办 师弟已经软得不行了 那我们快给他治病吧 好 等等 我也要加入 说不定我是呢 大师姐 大师姐 我是死了吗 师弟 我们要让你活 我们 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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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鹿 上午 哥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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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